今天我们的提供 今天就到会整式的净水设备里面 了解到这套设备 由合中这60水来进化过例 并行RO再生水 这种净水设备 就在求过航空的汇水处理中心 因为说缺水危机 潮汕和少量的用到水 所以说取护向水理数来 进出经货作设备 前后不到10天的时间就组整完成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线刊 那在我们的3月20号开始 这个整组设备进来开始进行安装 大概也只有前前后后的一个10天的时间 把这一组的 刚才我们看的进来看到右手边 有一个ROUF的相关净水设备 还有它的一个配水管线 大概10天内大概就一个完成 今天我们的项目主席的 他当时的RO净水设备的夹用 是他就来说 这套设备一天的党 跪离三出到500万档的再生水 水设备比较自来水还清 最后想出用再生水 自然就可以减轻到自来水的用水 那当然等于自来水高 然后以后有工业用水 所以今天如果有500吨 那我们今天就省下500吨 自来水用量 因为厂商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水 而必用那个自来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除了概念之后还有节流 我们也希望说这部原汁的厂商 还有水 之后还有用在柳营和永康 这边的厂商 在用水的时候 有一些非常制成必要的 譬如说浇灌 浇花 譬如说清洁的地面 这些水可以用我们再生水厂的水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在柳营 今天正在柳营和永康的改端 用水要持续来治愈 去对了厂商用水 最理由标识说 到六月底 还会有任何科技降业厂厂厂 以及传播航空和永康科技降业厂厂 会来留守建立的四头颈椎设施 希望可以协助修改到用水的厚厂 南天新闻 等一下 南科 蔡芳博德